今天我要分享的一個訊息是做見證女人慶祖 我不知道我們當中多少人 你有跟別人做過見證的請舉手 大部分都有 不管你的見證是什麼 可能有一些是在情感上面的 有一些在你的靈魂的各方面的 甚至有一些記憶一些身體的意識各方面的 那我今天覺得要來分享這個訊息 我自己覺得我很感謝神 就是能夠站在這個地方也是為祂做見證 那首先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以自我中心還是以基督為中心 好這個問題有沒有有點太元素 好不會齁 然後我覺得常常我也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好就是呢 我是以基督中心還是以我自我為中心 那為什麼要分享這個問題 來你先認真看一下隔壁的人 右眼對右眼問他 你是以自我中心還是偽基督為中心 突然眼對眼問就會很嚴肅了 心裡默默想還沒事 一問就說到底喔 真的我覺得我們是誠實的來回答喔 因為我自己好像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們用字面上來看喔 你會發現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呢 他比較在意的是誰 是自己嘛 對不對 他渴望自己可以得到關注 關注的焦點都是在於自己的身上 那他們在意的就是呢 不在意別人 他比較希望自己要開心 好用簡單字面上來講 自我中心是這樣子 那以基督為中心的人 你覺得他的想法是什麼 都可以對我們分享 黃俊說 神必衰,我必衰尾 哇神必 好我必衰尾 神必衰尾 給他一個掌聲 很好 因為用上了 平常有獨行禱告對不對 好 所以真的對不對 好 其實我必衰尾 那神必衰尾 這個是很多以基督為中心的人 他裡面真實的想法 那正常的是他很在意的是 我去做的事情 我是不是去幫助到別人 因為這個是神要做的 神做喜悅的 而不是我自己 那所以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呢 好我講其實是比較不懂得與人分享的 好因為我今天要講的是 做見證領人信助 所以我就發現說 這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人 比較不願意去分享 因為如果你要好好的分享你的信仰 你一定是以誰為中心 基督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隔壁的 我是以自我中心還是以基督為中心 有沒有人改了答案了 對 好 那 所以其實 好 這個是關鍵 是常常我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見證 為什麼我們要領人信主 是因為我決定 我把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真正的中心 不再是以我為中心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那在我今天要往下分享之前呢 我覺得 因為我就想說 我要怎麼來分享這個內容 那我就想要邀請一個 在我現在我們永恆職場的教會 就是我們的分堂 第一個在我們分堂受洗的 我們的家人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實際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領人信 他是慶祝的嗎 自己講的 所以我先讓他來分享一些 就是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是怎麼樣 被領信主 好 我覺得應該讓他來分享一下 那我會再回應一下 好 我們先給柏橘一個熱烈的掌聲 大家好 我是柏橘 柏橘 好 很開心就是 第一次可以站在大家面前 就是未成做見證 對然後 因為我都要稱 好像就是媽咪 我們等一下就 習慣一下就好 對然後 在就是 因為我是兩年前開始 就是 開始認識主 那也是因為媽咪 然後我才開始來到教會 對然後這兩年當中 其實也有很多就是 起起伏伏的部分 然後其實我在媽咪身上看到 就是 他是一個很愛你愛神的一個人 對 就是從我自己 就看來的話 就可以看到他都是一個很愛神的人 因為他是時時刻刻 他會跟任何人分享神的好神的 就是神對我們的愛 就是五時無刻 就是你只要看到他 然後他就會去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點就是 我也學到很多 對然後就是 他會讓身邊的人知道神愛他 然後他也會讓 就是很直接讓身邊的人知道他很愛神 對 就是他也不會就是 就是不會讓身邊的人覺得說他就是 就是 直接看到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很愛神的人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也就是 從他身上看到 他是一個非常 順服神的人 對 因為其實在 神力永遠資產教會 其實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對 然後就是 其實可能現在 教會也沒有多少人 就是會一起來聚會 然後就覺得 在他身上看到他是 會很堅持 每一個禮拜四晚上的聚會 因為像過去我也是 一開始也會覺得說就是 就沒有人來啊我幹嘛去 對 但是他就會很堅持 然後就是 每一次都會就是 提醒我要一起去聚會 雖然可能有時候只有我一個人 或者是只有我們兩個人 但我覺得就是 那是我們跟神就是 接觸的一個時間 對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 媽咪就一直很堅持 就是讓我一直在 神的同在裡面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在一個部分 就是從他身上 我可以感受到一個 很大的一個耐心 對 因為我本身算是一個 很難搞的一隻小羊 對 就是特別難搞 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太過於隱性的部分 對 然後就很多時候就是 過去我常常會因為很多不信 就是不相信 然後就會一直有很多 就是唱反調的事情啊 就是可能 就是常常會 可能他說什麼 然後但是我就覺得 就是我不相信 可是他就會很有耐心 他會不斷的就是 就是跟我分享很多的就是 見證啊很多的就是 就是聖經的故事 然後讓我去明白說 哎 神是怎麼樣愛我的 對 然後就是過去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像 我也曾經就是 因為媽咪也會就是 邀請我就是來聚會 然後會是到就是一些就是 就是參加一些屬靈的活動 就是課程之類的 那我曾經也是有一次 就是人來了 然後可能媽咪可能前一秒剛走 然後我下一秒我們就走了 我就這樣子逃課 然後就覺得 我原本還想說可能媽咪不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 之後還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發現他 他也沒有責備我 或者是說就是 責怪我 為什麼我就是 錢繳了然後課也不上 然後人就這樣走掉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妙 就是他在我身上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對就是 我很感恩就是就是 我感謝就是神 就是把他就是 安排在我的生命當中 對然後讓我可以就是 慢慢去認識神 然後像過去的時候就是 就是常常我會遇到很多事情 就是可能自己會沮喪 或者是 很有就是 算是就是有很多沮喪 然後很多就是 遇到很多 就是挫折之類的 對然後他就也是會 一開始他都會跟我說 先禱告 然後我就想說 禱告什麼我就不會啊 對然後就覺得說 每次都叫我禱告 可是我就不會禱告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方法 對我來說就是很棒 對然後就在 每次禱告完之後 就會發現很多事情就是 慢慢的就解決了 然後也不會一直放在心上 對 所以我就很感恩就是 神真的是在我生命中 擺了一個就是 特別愛我的一個 就是 屬於媽媽 對 這是我的分享 對 好 這個榮耀兩掌聲是歸給神的喔 那 謝謝伯君他這樣簡短的分享 就是 這個是我帶領他的一個過程喔 那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挺好笑的 你知道他來參加那個 七萬生命跟經營 牽繳了 這邊跟我其實有事 我特別為了他 早上九點 我就來這邊等他 然後他沒有來 然後我就覺得好幾天 我就一直打電話 call一直call 沒接 不知道可能不敢接 然後我還打去他的妹妹 然後他們家 這樣子 終於 我說你在哪裡啊 我嚇死了 因為他很早會這樣子喔 然後他就說沒有啊 我在家睡覺 我說喔這樣喔 我說那你要不要 我說你OK嗎 可以過來嗎 我說我在家會等你 他就說好 然後我就等他 好像到十一點吧 然後我就等他到十一點 我其實是有事 我確定他到了 我就走了 結果沒想到我千腳一走 他就給我留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能很有趣 其實這個當然是一個過程嘛 但是我覺得是很愛他 所以也很愛我 好 那謝謝國軍的見證 那我想要接著講 好 其實我覺得做見證 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去分享 不要想太多 我記得我剛開始我信主的時候 我第一個分享的人 好 是我的堂妹 我第一個 那很特別 而且我們在怎麼樣的狀況之下 在我阿嬤落世的那一天 好 那其實我們很難過 那以前我們家傳統信仰嘛 然後很虔誠的佛教徒啊 他們都吃全素的 所以呢我們還按慣例 小孩要守靈 守靈就是不能睡覺 因為就據說 他的靈魂那天會回來嘛 好 就我們爭先恐後爭第一天 好 因為我跟我的堂妹 都很愛我阿嬤 好 所以我們都想說好 那我們就守第一天 當時我受洗三個月 好 就是我出信主的階段 然後呢 兩個守靈 守靈就是 你不能幹嘛嘛 好 而且你知道兩個 然後就很有趣 我們兩個就在我阿嬤的房間 然後他剛走的隔天 我們兩個就在那邊 然後靈堂啊 會掛那個阿嬤的照片啊 什麼的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面就 很想要分享我信耶穌的事情 然後我就看著我阿嬤的照片 呵呵呵 可是我很想 因為當時我堂妹有講到說 他在他的人際關係上面 有遇到一些挑戰 好 然後跟他父母的關係上面 那當時的我其實 我聖經讀的也不熟 我覺得我也 我當時覺得我就只是一個 很一般的天信徒 我每個禮拜天去聚會 我每個禮拜四 早上去小組 然後靈修生活也是淋淋啦啦 然後呢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神真的很好 所以 所以我雖然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但是我就跟他分享一件事情 我說欸 妹妹你知道我最近去了教會 然後呢 我那邊就說 喔因為他沒有去過嘛 然後呢 我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這個信仰 跟我們過去 在這個拜拜的過程當中 是很不同的 好 然後我就跟他 其實就拉哩拉哩 像聊天這樣子啦 然後分享了很多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覺得很奇妙 當我願意去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神就幫助我 祂就刀摸我的口 然後聽完之後呢 我的堂妹也 莫名的 聖靈自己就感動了她 好然後呢 我就問她說 那你要不要信耶穌 哈哈哈哈 然後我又再看一下我阿嬤的照片 心裡想說阿嬤家看誰 哈哈哈哈 我心裡覺得很難過喔 因為她忍走了 但是就是說 我就更覺得 在一個我的愛的家人 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就更明白 我要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 因為當你的家人離開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很難過嘛 那你會不會很期待 你跟你愛的人 以後在天堂相見 其實我當時的感受是這樣 所以我那天晚上就覺得 我要跟她傳福音 然後後來呢 反正我阿嬤拉拉拉拉 這樣講得對 那剛剛洪峻不是講說 其實做見證分享就是 這個 我必衰微也必興旺嘛 那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 我們自己當中講說 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什麼 軟弱上 好然後呢 寫得完全 所以我就發現說 去分享的時候 不需要一直去想著說 我要講什麼 我常常覺得 我都是在分享我的軟弱 好 當時我記得我第一次 跟我旁邊分享我的見證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 其實我跟我的父母之間 在過去的生命溝通當中 也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我對我的父母 其實是有不饒恕的 可是神怎麼樣先來愛我 以至於我去饒恕我的父親 以至於我先來愛他們 好就是我就真的是在我的軟弱上顯身的剛強 所以我們常常想說要誇什麼 自己的軟弱 那你知道我這種人呢 好我以前是非常愛面子的 非常愛面子 我從來不會跟別人誇我的軟弱 好我覺得我應該就是很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 光鮮亮麗 光鮮亮麗或者是說 我就覺得我應該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人 所以我很少誇自己的軟弱 我們的教育就是你要把自己裝得怎麼樣 很強 就是我們家的我們家的教育 好我爸媽都覺得說 女生就是要還是要什麼 什麼獨立自主啊 然後這一類的就對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真的是當我誇我的軟弱的時候 就好叫基督的能力來復必我 所以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就覺得就是去分享 好不要想很多 那後來呢我唐明就真的信主 好然後呢他在台南我就陪著他去教會 好一段時間後來他就穩定去會 要來受洗 好那也很多年呢那是我第一個福音 好第一個好那我覺得就是去分享 我並沒有裝備什麼能力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起來有這個經文 約翰福音五章三節 其實我所說的見證是從人來的 然而我說這些話 我也要叫你們得救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去分享的一個心態的當中就是 我們那見證其實不是從人來的 對嗎 不是從我自己來的 是從誰來的 是從神 所以常常去想的就是 神在坐在我身上 我常常回想一路我信主這麼多年 神坐在我身上的每一件小事情 都讓我很感動 他可能有些時候是恢復我受傷的地方 有時候是幫助我在一些事情上面改變 好我覺得這個都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做見證裡面 信主第一個跟葛琳說就是去分享 就是去分享 所以我真的每一次都跟人家分享 我連前天去吃阿Q動員 都跟老闆傳福音 就住在那邊吃動員 我就想說什麼什麼的 就跟老闆說你去過教會嗎 然後什麼時候就聊 然後他就說喔有喔 他還有一個表哥是 娶了牧師的女兒 他還講 我就說那太棒了 我就想說我現在可能每天晚上都要去吃阿Q動員 吃到一個程度他會信耶穌 就是反正就分享 管他是誰 所以博君就很清楚 我是每一個人我都跟他分享 只要你會接觸到我 那因為我的職場是要接觸到很多的女性嘛 因為我教保安化妝 那所以呢我就這樣 每次反正就遇到人 我都跟他祷告傳福音 我覺得很奇妙 好再來 那我的第二個部分 我們一起來念一下 這個雅各書一章二十二節 只是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 自己心同自己 好 彼得前書三章十五節 只要心理尊主基督為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原因 就要常做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個人 Amen 所以我覺得第二點就是 我比較感受的是要活出來 好 要活出來 那剛剛如山今天分享的 度假福音對不對 你們會覺得 我每次讀完那一天 我覺得好難喔 好 問愛的人是OK 可是論仇敵 真的真的很不容易 對不對 好 那就想說 你要怎麼樣去愛你的仇敵 你們願意人怎樣帶你 你們要先怎樣帶人 真的很難 好 對我來講到現在也是 好 還是有時候會覺得很卡 可是呢 我就覺得說 當我們在很多的世上 我們願意真的是遵行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別人會發現你不一樣 好 就像呢 我就因為大家都聽了 我就會比較以他為例 其實我以前呢 他們現在就覺得我很有耐心 好 而且基本上我是不會生氣的人 好 就他們都沒有看過我生氣 然後呢 但是我覺得我以前是壓下來的 大家可以明白嗎 就是逼自己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可是其實我跟他不一樣 看第八波 好 我就是假裝臉上沒事 假裝我很優雅 我就心想 像我這樣優雅的老師 但是我其實理念 是不OK的 好 但你知道久了就會怎麼樣 爆料 爆料 我從來沒爆過耶 我常常都真的生氣 但是我就說會內傷嘛 會有經驗 你知道嗎 有經驗對不對 內傷的經驗 我以前常常內傷 真的都卡在自己裡面 然後就沒有 就一直過不去 可是我只是表面上 裝的好像我OK這樣子 但是裡面你過不去的時候 久了是沒有辦法的 對吧 就久了其實自己不行這樣 那會不健康 我的靈靈會不健康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開始透過我讚美 改變我很多 我透過讚美的操練 改變了我情緒 我以前比較容易有的情緒 比較不是生氣 是沮喪 所以我遇到一些事情 我就會莫名的沮喪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在我身上呢 我比較是會 沮喪的靈 我覺得很危險 後來透過讚美 我覺得就 幫助我勝過 然後呢 反正敗了又讚 讚了又敗讚 然後又這樣 然後就一步一步的去勝過 但是我覺得在活出來的 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論 不管是那個 你愛的人 還是論仇敵 我覺得 開始有一個活出來的見證 所以一開始 你知道剛開始 你知道國軍 像他這樣對我 他就是什麼逃課啊 然後我講什麼 他就頂嘴喔 你知道嗎 我講什麼 他說我不要 為什麼 我說 我們要不要來搞搞讚美 我不要 要不要來去 我不要 很冷 很冷 你知道外面有多冷嗎 我就想說 喔喔喔喔 那對我來的其實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我在我的工作上面 大部分人就都很尊敬我 然後突然就給你搞一些養 來不尊敬你 後來我就發現 因為我自我中心 今天如果我以基督為中心的話 我其實不會覺得被冒犯 我覺得當時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自我中心 所以當我感覺到 別人講一句話 我感覺是被領撞了 被冒犯了 其實表示我的我還是太大 對 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就我後來一直就 一直在問神說 主如果我有一個感覺不舒服 那是不是我什麼部分 我要來更親近你 我要來更愛你 我才會感覺舒服 就是真的是這樣子 好所以後來呢 每一次我感覺被冒犯 之後我就趕快先悔改 我就說主不行 我的我還是太大了 我才會有這種感覺 對 那當然有些人就說 不行啊 你是他的老師 或是你怎麼應該要尊敬 他的例子算小的啦 其實我在牧羊的過程當中 我傳婚姻做現實 有很多 更多 更多 他的對我來講 小K子 所以我就每一次都在成一個忍耐的中子 啊 主耶穌啊 然後呢 就覺得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像我曾經我也講 我有一個 我傳婚姻給他的 過的一個 一個是我的屬靈孩子 然後他很不容易 因為他有嚴重的憂鬱症 然後呢 他的年齡大了非常多 非常多 可是他是我的屬靈孩子 好 然後呢 我做見證給他的時候 他就不相信 好 然後我前一秒才為他祷告 下一秒他就多回去拜拜 然後他有跟你講 他要來認識這位神 可是就很奇妙 他的狀況就一直很反覆 然後每一次你為他祷告 好 我高密為他祷告 我電話為他祷告 他也很感動 他也這麼反覆 謝謝你 好 然後下一個女朋友去拜拜 反正你就覺得說 怎麼這麼特別咧 好 但是我跟你說 就是要忍耐 好 然後就真正正出盼望來 好 真的喔 就一直忍耐 一直給他耐心祷告 然後就一直一直這樣做 然後每一次到他的面前就是 我覺得就成為一個神的管道 其實我覺得我們只是一個管道而已 就一直去愛他 一直去愛他 透過各種各樣的 擺上你的時間 甚至可能是金錢 可能是各方面 神所良給我的 去幫助他 後來他就信主 然後最棒的是 因為他是一個男性媽媽 很嚴重的憂鬱症 後來他的兩個孩子都信主了 就這樣一家人就得救 那我就覺得說 神也會一直持續在他的家當中做行事 其實很奇妙的 所以我覺得 活出來包含很多 好 所以呢 當你情緒不好的時候 要怎麼樣 讚美 我鼓勵大家 不是要大家說 回去就忍耐忍耐再忍耐 好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行 好 跟神祕說 要好好操練讚美 你就讚美讚美讚美 你常常來到神的面前 你讚美的對象是神 你就會過了 你知道嗎 好 所以我覺得這樣 然後我覺得在 呃 就是不要停止啦 我覺得 活出來這件事情包含 像我也講很實際的 我自己其實以前很多軟弱 非常多 好 像我以前呢 我的肉體很軟弱 套一句心靈的話 我後來發現 我不是軟弱 我是軟弱 哈哈 我以前早上都起不來 我沒有騙你們 我每天都睡到九點十點 就睡到中午 我覺得早起對我來講 太困難了 好 我就算前天再早睡 我跟他還是要睡到這麼晚 好 我就覺得說我應該有試睡的一些 見討 你知道嗎 然後 就每天都睡很久很久很久 我才抱 然後呢 但是 我在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有一個傳聞的對象 是這樣 就是 他早上七點要上班 然後呢 但是我 然後他上班到晚上九點 很難想像對不對 好 他七點上班 然後呢 他的工作責任是 他上到晚上九點 他才下班 那我覺得他很需要神 然後 但是他覺得 他 是可以聽你這樣講 每次見面跟他這樣 短三分相 可是你要就是 帶他信耶穌 其實有點難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時間 讀經禱告 而且他打開聖經 他也看不懂 所以那時候呢 我覺得那是我 最負上代價的 就是一段時間 我就每天早上六點起來 然後就請他來我家 我每天早上 帶他QT 然後呢 持續了大概 好幾個月的時間 直到他受洗 然後呢 聚會 然後還比較會服侍 結果我說 哈利路亞就可以繼續睡了 哈哈哈哈 我就 主要太好了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會跟我分享說 我覺得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我沒有為他做什麼 但是就是為他犧牲我的睡眠 那那個對我量子最難的 所以 他就是我覺得 我們有時候 帶人信主的時候 很重要一個活出來 就是你可以去想想 如果今天是神 他會怎麼做 那神會願意為我 你覺得神為你犧牲很多的舉手 沒舉手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了 現在喔 哈哈 他都為你 其實他都為你死了 他說 應該神將這種犧牲 還不夠嗎 所以我常常在想說 當我們去理人信主 做見證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真的是要能夠 我想就是要 希望能夠透過你 可以讓別人感覺到 就是 你是一個榜樣 然後呢 透過你所活出來的 讓你自己的生命 去影響他 讓他覺得 我也要來跟隨這位神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更重要的 好 所以他看到 所以他透過你的生命 讓他來效仿耶穌的樣式 所以我想 這個就是活出來 好 再來 好 然後呢 接下來的一個部分就是 理解他人的生命經歷 好 然後 為你改到有負擔的人 持續的祷告 好 我們聽一下 摩摩太后書 思想二節 總要傳大 無論得失不得失 總要專心 並用白白的忍耐 對良的教訓 則為人 請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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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生命經歷是怎麼 我先立結他之後 我就從我口袋裡面怎麼樣 掏出一個見證 跟他分享 好 然後呢 他又有什麼跟先生的見證 那因為我還沒結婚 沒有見證 所以我就常常會收集 別人的見證 然後我就掏一個出來給他 你知道我們那個姊妹 看他老公怎麼來怎樣怎樣 然後他來怎樣怎樣 就講真實的見證 那如果沒有 我就鼓勵大家就是去 然後鼓勵他可以上我們的那個 牧主先鋒 FRCC的網站上面 聽見證的信息 那我就發現說 所以其實理解他人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覺得鼓勵大家多常常 收集一些 如果你就是沒有 像我比較多的見證 可能就是破目 人際關係 還有職場上面的 我自己比較多經歷神的部分 那那次呢 我就發現說 如果你多收集一些見證 你就可以跟別人分享 好 然後一定要持續為他禱告 好 那有些人 他是會願意 在你 就是你直接面對面 就帶著他 我都常常這樣子 大部分他們第一次被我禱告 都莫名其妙 我都會直接說 就不是很熟的狀況下 我也會 我說我可以為你做個禱告嗎 然後他還來不及的時候 我就說 很親愛的主耶穌 來來趕快喔 趕快趕快好 你趕快給他禱告一下喔 因為我不能做什麼 我不會 我解決不了他的問題 可是神可以 所以我就希望說 為他禱告的時候 神自己開始做工 那當然你私底下 你要失去 就是 像大家是不是都有三層三的名單 可能在效果當中 或者像 我就會把我的筆記本 我就是隨時我會寫 這段時間 我有十個人 是我一直在為他們的生命 祷告的 那就提名 就為他們祷告 然後很奇妙 你繼續讓他們祷告 祷告到一個程度 真的我後來發現神 就有一個他的時間 就一個一個收割 這些靈魂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所以呢 不論得食不得食 你就是專心跟革命說 百般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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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信主做學習最多的 責備人 禁見人 勸勉人 其實就是很多方式 去幫助這個人 自己來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重要做的 就是去在意他的生命 關懷他的生命 好 我覺得這很重要的 好 那最後要給大家看一個 待會我們會有一點時間 做一個討論 那我們先來念這個經文 就是 哥林多前書三章2到11節 亞波羅算什麼 保羅算什麼 無非是指示 造主所賜給他們個人的 平道弟們相信 我栽種的 亞波羅交換了 唯有上帝叫他生長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 交換的也算不得什麼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上帝 栽種的和交換的都是一樣 但將來個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和自己的強勢 阿妹 下一頁 上一頁 江青文喔 因為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 你們是上帝所耕種的天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上帝所給我的恩 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 立好的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個人要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好我們往上一個上頁看喔 所以你要知道說 其實我也有神能夠成為拯救 是神來做 不是我在做 其實關鍵就是在於 我去怎麼樣 在種 交不交換 也交換 但是最後是怎麼樣 先教他先講 對 所以你就記得 做見證禮人信主 不是你的工作 唯有神 才能夠來拯救他 可是你要把他帶到神的面前 好這是我常常一直在想的 就是這個 因為唯有神 才能夠成就這個大事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要剥下种子 一定要有一个 神要透过你 去把这个种子打下来 建立好的关系 去分享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 就是真的要学习 跟别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然后呢 像我常看到像林妈妈 我觉得她也是 常常在打种 你看到她跟人的那种互动 我就觉得我们教会 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 然后呢 你就关怀帮助 而且给予别人盼望 然后让别人认识 这位神是谁 祂为我们成就的那些事情 然后呢 而且你在生活当中活出来 那最后拯救的公子留给谁的 其实最后是留给神 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 我很感谢神 在我幸福的这几年当中 因为我带销售队伍 我带我的业务团队 我们其实已经差不多 又有三十几个人信耶稣了 就受洗归如主妹 我觉得很感谢神 但是当然我也很清楚 这个是神一直思绪在做 不是我在做 但是我需要跟着他同工 我去杀众 所以在我们去做见证 分享神的荣耀 连言信主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你带着一个 一个敞开的心 好像我觉得 最后去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很容易 因为让神灵自己进到他们的里面 然后常常为他来祷告 好 那所以最后呢 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大概会有十五分钟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进到一个小组 或是小家的分享 好 那呢 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就这三个 好 第一个 我们一起念一下 三 再过去做见证 你的信主 我有什么做得很好的 二 我爱你 再让他念念对主做见证 神帮助我在情感 身体 灵魂上等等的改变 三 有些是我的最想 家人 同事 朋友 周遭的人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讨论 大概十五分钟 好 拜拜